在健康大药房的门前 小冉被蓝衣女人一把 薅住了头 就在这时 杰瑞的刹车声传来 一辆蓝色跑车 停在了她们面前 灵溢从车上下来 她伶俐的目光 扫向蓝衣女人 同时温柔地问到 小冉有没有事 小冉看到灵溢敢来帮她 她立马委屈地跑过去 她是你男朋友吧 我这可是LB的宝宝 给两万块钱 你看着办吧 灵溢直接拿出手机 让对方出事付款买 这种能用钱解决的事 就不是赏 你男朋友这么爽快 我早得交来 林老师 我现在又欠了你两万 行 慢慢还 正好我最近有任务 要交给你 先跟我上车吧 小冉问灵溢是要 给她安排工作吗 灵溢表示现在手上缺人 她让小冉先给她当秘书 上车后灵溢给了 小冉一袋资料 她让小冉负责 对接司科的业务 那边的负责人是曹向宇 好的 我会尽力了解 相关内容的 曹向宇是个老流氓 他要是对你动手动脚 你就断子绝心脚 让她一击毙命 知道了林老师 小冉表示她会好好保护自己 林老师再见 林毅送小冉回家后 就准备回去 她和季青年约了去金月华府 参加她的同学聚会 眼看着这就要到时间了 没过多久 林毅就开车来到了金月华府 此时季青年和她的同学 陆田已经等在门口 季青年抱怨林毅怎么才到 林毅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谈 其实她也没来晚 只是那帮同学都到得太早了 陆田连忙过来打圆场 林毅这么忙还能过来陪季青年 已经很不错 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楼上雅间 迎接他们的是季青年的老师张敏华 而其他的同学也都陆续落地 林毅 这位是我的导师 张敏华张老师 这位是他的丈夫 彭新国 彭老先生 随后季青年介绍了到场的三位同学 分别是刘亦达王志辉以及郑文杰 林毅礼貌地跟张老师打了招呼 然后和那三位同学点了点 张老师早就听说季青年交了个 很不错的男朋友 林毅这样一表人 才他也很替季青年高兴 当所有的菜品都已经上桌后 他们也正式开心 季青年率先起身 他以茶带酒敬了张老师一杯 并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之情 张老师笑到不必这么客气 倒是旁边的彭老先生调谈了 这酒没意思 还是喜酒来的实在 对嘛 快点定个日子 我们都等着喝喜酒呢 你别瞎说 哪有你们说得那么快啊 我倒是觉得 婚姻大事极不得 有好多男人 不是很靠谱 有没有内涵 只有几个臭钱 学长 你就别在那说风料话了 林毅的为人 还是很不错的 不就是会拉个手风情吗 天天说自己有内涵 真是醉了 刘一达似乎听见 季青年说手风情 他笑着起声问大家 要不要他演奏一曲 这让季青年和旁边的露田 直接无语 好 我研子 我上网 来 你 好 我来说 那么